之前有去过高雄港的人都知道 曾经在12号码头风光开幕的海上餐厅 因为经营不善一年就倒闭 而有两艘船组成的海上皇宫也被查封卖不出去 在港边一停就是13年 现在为了迎接中秋入港的黄色小鸭 上午市政府是大阵仗 把它拖网迄今安置 已经停放在高雄港长达十多年的废弃海上皇宫 终于要进行移搏 工作人员一早就来到港边切割 同时绑上绳索 两艘拖船一前一后 将外表已经斑驳袖拾了海上皇宫 以往迄今安置 一进去就算万了 所以说消货消货不了 当时赤兹数议员在2000年5月 风光开幕的海上餐厅 用两艘船组合而成 分别改装成海上皇宫和海上浴厨 风光一时 只是经营不到一年就倒闭 法院拍卖也没人买 于是闲置在港边一放就是十多年 现在还是因为黄色小鸭要来高雄 担心会影响景观 港务公司只好先自费 将两艘船拖走 已经目前初步已经累积 大概50万左右 那这个部分会用的话 我们还会跟那个船公司这边 来跟他终长 曾经盛大开幕的海上餐厅 如今却沦为被法院扣押 而且没有人想要接手的垃圾船 船务公司目前也积极的 依循法律途径 希望能够尽快用拆解的方式来处理